昆麟自從與周董結婚後話題及評論不斷 演藝事業更是一路順遂 今年她首度演出好萊塢電影 是演女殺手獲得好評 而最近傳出昆麟的代言費用 居然狂飆六倍的消息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有台灣媒體透露 昆麟本來代言的費用是台幣25萬 現在已經漲到台幣150萬了 會不會是因為身為天王嫂才有這些待遇 不免讓大家非常懷疑 其實昆麟在經營好萊塢之前做了很多努力 她曾經透露當時為了想得到演出的機會 才剖腹產三天後就忍痛完成試鏡帶 之後更為了電影中的角色 剪掉了留了十幾年的長髮相當不容易 而昆麟最近也開始經營自己的品牌 身價自然臉水長船高 大家就不要再說昆麟都是靠周董了啦 非凡運的整理報導